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让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五十章 第二十节 我们来分享这段话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在生活当中 等候贵人的出现 如果贵人不出现 就认为自己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但是事实上 神在我们生活周围 早已经预备了许多许多的资源了 只要我们主动积极的去寻找的话 其实到处到处都是贵人 我跟你分享 在美国有一位四年级的这个小女生 他写信给全美国五百位的大企业家 问他们说 对一个四年级的小女生 请问你能给我一生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结果当中有一百位企业家 回信给这位四年级的小女生 于是他又写信给这一百位企业家说 谢谢你们的回信 我现在想出一本 不知是否可以把你的信放在书本里面 有六十几位回信说绝对没有问题 后来这位女生真的出了一本书了 她自己没有写一个字 只是想了一个笔名 就是想了一个书名 全美国最卓越的企业家 给小学生的忠心建议为书名 结果后来这本书大卖特卖赚了一百多万美金 所以说千万不要继续坐在那里 就想着我的贵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结果你反而会错失了人生中许许多多的机会 事实上人生中的贵人 不见得是那些扶持你一把的人 有时候那些带给你挫折的人 也许使你的生命有意想不到的转折 在圣经中的约瑟 虽然他被他自己的兄弟卖到埃及成为奴隶 但是最终却也因为这样子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所以以后后来约瑟他才对他的那些兄弟们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对不对 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换句话是说 约瑟在经过一切之后那种苦难之后 明白了他一生中真正的贵人 其实就是上帝自己 朋友们 今天 今天 你 我是否也在等候你生命中的贵人呢 让我们互相的鼓励吧 让我 现在鼓励你 让神 来寻求到我们 我们也去寻求神 因为只有神是会引导你生命的一个主 祂是掌管机会的上帝 唯有上帝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贵人 生命中的贵人 常常不是按照你跟我们的想法出现的哦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来仰望神 让上帝能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引领你跟我 因此 今天 神的话 对我们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好了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良 愿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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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宜伟 各位里面